接著我們請楊仁慶斯珊 好 很高興又有機會和林常維局長辯論一下 首先第一條問題 既然我們沿用一個補選的機制 我想問阿龍局長 究竟這個補選機制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如果我們一路以來行之有效的一個補選方案 補選的方式是合法、合情、合理的話 我想問一下林常維局長 究竟先決的條件 請你講一講 有什麼理據 有什麼法定的地位或者理由 去令你可以提出 你現在是諮詢文件裏面的四個方案 如果五區公投或者你們所謂的五區補選 是完全基本法的範圍容許之下進行的 請你解釋 究竟第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有需要去把這個補選的機制切換 或者為什麼要用你那些分分鐘是不合乎基本法的提案 去取代一個合法、合情、合理的補選制度 請你第一件事記住解釋 第二 我覺得這個諮詢會不單是假大空 正常做show都做得不合體 我跟香港 七一 我們今年七一 有超過二十萬市民上街 搞到一群人 你沒有做到的 我叫你去遷循這方面 你沒有聽 沒有了 聽不要緊 還要說不自信 到處民語閉謹 你才強行死死地氣 走去 現在發展做自信 OK 你看請一群人的電視頻出來幫我聽 参加冠军 阿南國長,看一看 要放下 天參 時間剛剛暈倒了 你剛才都說不出話 現在明明是 你我們親近的父親 有十多萬的視頻上街你覺得沒事吧 不是吧? 我現在再次採訪你 請大家安靜 讓這部公開論壇順利進行 也請所有發言的人士 藉著課題去發表意見 作出任何的攻擊 我們請李啟行先生